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时运会的全能冠军 也是上届试锦赛冠军 是这个项目夺冠的热门人物 剑术讲究剑如游龙 张春艳的特点是整套动作流畅 速度和进力是他的优势 今天他在场上对于节奏的控制也恰到好处 最终韩领冠军 在场上的时候就要更加的把握好自己 发挥出平时的训练水平 他们总是就是把自己最好的东西在场上就可以 男子长球的比赛在125名选手之间展开激励绝逐 中国队选手袁小超力压群星成功未免 对于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 袁小超感动得热门盈眶 女子高速的冠军被意大利的徐惠惠夺夺 至此中国队结束了本届世锦赛套路比赛的征程 以9枚金牌高居榜首 其余参赛队将继续角逐剩余的4枚金牌 三手比赛将于11月17号决出11个级别的冠军 以往啊武术世锦赛的赛场都非常的安静 听到的除了选手们发出发力时候的这个呐喊声之外呢 就是刀枪棍棒等器械的声音 而本届武术世锦赛则是大不相通 大赛的组委会规定在太极拳和太极剑的比赛当中 可以使用配乐着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太极剑和太极拳的比赛中使用配乐 这在武术世锦赛的历史上上述首次 赛场内振振悠扬的乐曲 加上选手们精湛的功力表现 的确为比赛分色不少 从运年所选起的音乐 那么有不同形式的 那么当然可能中国的这种古典音乐占的偏多一些 那么大家也看到以后音乐又增加了现在新的一些个元素 这新元素指的有的选手还根据自己的动作特别 特地在配乐中加入了音响 无论视听效果都给人全新的感受 尽管这些都只是续微之处 选手们可都是下足了功夫 这首精中爆裹就是根据参赛选手吴亚南的风格特别改变而成的 动作与音乐起伏配合的相得一张 时而行云流水 时而气势辉煌 在配乐的应沉下 吴亚南把太极拳刚柔并济的神韵发挥到了极致 太极拳的这种韵律跟节奏和音乐的节拍 本身它是很有就是这种联系的 然后只是我们以前的运动员没有在这方面就是过多的去考虑 然后在我们就是比赛要求配乐了以后 我们去深入的这个研究以后就觉得是 这个动作的节奏配上音乐的节拍以后 对这个动作的表现跟这个韵律的节奏 就是能够表现得更完美一些 完美的结合最终成就了吴亚南的首个世纪赛冠军 配乐之后的这项比赛也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频感受 我觉得太极拳本身就是一种那个一种艺术吧 然后配上音乐的话更美 而且感觉有音乐以后这个选手能够融到音乐里面的话 肯定对它的这个整体的发挥肯定会有影响 就跟那个欢迎华兵一样 从形式上不断改良的中国武术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它的观想性 同时更有利于它的推广和普及 希望有更多的观众走进武术赛场 为我们的国术加油助威